弟弟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八集 司马慧和罗大海听了夏琴说的话 都感到十分奇怪 隐隐觉得这件事情小不了 但实在想不出 他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 能带出什么样惊人的消息 于是不断追问究竟 夏琴看着私下无人 才吞吞吐吐的说 我表哥 他 他从农村 逃回来了 司马慧和罗大海几回不敢相信 这话是真的 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原来夏琴的表兄 名叫夏铁东 一米八六的大个子 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睛 但并不显得文弱 看起来反而有几分睿智 他喜欢打篮球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 正好在北京读大学 曾经看过不少西方小说 思想比较极尽 有雄辩煽动之菜 热衷于参加各种运动 也是最早那批红卫兵的骨干成员之一 由于夏铁东心胸宽阔 为人诚实重心 欲试敢于出头 加之文武双全 精力充沛 知识面也很广 国家大势也好 世界形势也罢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同时 人又很重义气 遍读马列毛和各路中外名著 例如普希金的诗啊 随便是哪一段 他都能倒背如流 而且在此人 有一种特立独行的领袖 群伦的气质 所以身边总有许多的追随者 在司马辉和罗大海13岁那年 曾跟着回到湖南的夏铁东 参加过大串联 重走长征路 再上井冈山 那半年多的时间里 他们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阅历 又听这位老大哥 讲了许多革命真理 当时夏铁东告诉他们 只要吃大苦 射大险 才能成大事 二人深受影响 深以为然 从心底里就对他 崇拜的五体投地 后来 随着周总理发出了指示 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联运动 终于落下了帷幕 夏铁东重新回到北京 而司马辉和罗大海 则混迹于长沙街头 彼此之间失去了一切联系 只是 封闻夏铁东 由于种种原因 被减入到一件 很严重的政治事件 虽然还没有后定性 但是他的大好前途 算是完了 年前去了陕北的一个贫困地区插队 可就在两天前 夏铁东突然和另外一男一女两个知青 偷着跑回了老家 他不敢在街上露面 只好来找夏晴 让他帮忙召集以前的朋友 说是要与那些人再见一面 然后他就打算越境离开中国 这辈子都不见得有机会还会活着回来了 夏晴知道夏铁东和司马辉 罗大海之间的交情不错 所以他很担心以司马辉等人无法无天的性格 不但不会进行有效的劝阻 反而会跟着夏铁东一同潜逃到境外 因此犹豫了许久 最终才吐露实情 司马辉听完这件事 就对夏晴说 小夏你太多心了 你表哥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他绝对不会做投敌叛国的事 你给我看他这名字起的 夏铁东 铁了心的捍卫毛泽东思想 这样的人怎么能潜逃到境外去投敌 你便是割了我的头 我也不会信的 罗大舌头也表示认同 林冲那么大本事 想到水波凉山入火 还得那个投名状 老夏现在只不过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又没掌握国家机密 他就算有真心投敌叛国 可人家也不在他玩的 两人当即决定 要尽快去跟夏铁东见面 此日傍晚 司马辉就带着当初跟夏铁东 一起串联全国的几个伙伴 过江来到了市区 到烈士陵园附近一处简陋的民房当中 他们又见到了 已分别数年之久的夏铁东 夏铁东明显比以前黑了 人也瘦了许多 神情更是郁郁 但是在山北农村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下 身体却比以前更加结实了 他看到当年跟在自己身后的小兄弟 都已经长大了 心里非常高兴 以对待成年人的方式 与司马辉和罗大海紧紧的握了握手 重逢的喜悦难以抑制 13个人的眼眶全都有些湿润了 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随后陆续又来了许多年轻人 把原本就不太宽敞的房子挤得满满当当 他们都是与老夏要好的同学和朋友 众人就和在生产队里开会一样 团团围坐了虚话 就如此显得司马辉和罗大海 这伙人年纪偏小 活像是一帮小喽啰 夏铁东见来了许多老朋友 心下更加激动 一番感慨之后 与众人说起别来经过 他68年到陕北阎王沟插队落户 开始还觉得是去农村锻炼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可到了后来才逐渐发现 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欢迎他们 因为土地贫瘠 不论生产队里的劳动力再怎么增加 一年到头的收成也只有那么多 大部分时候都是守着地头看天吃饭 与他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 不到一年就觉得实在待不下去 而且一想到这辈子都要在这 鸟不拉屎的荒凉地区扎根 就完全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夏铁东虽然才华出众 但这种人的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理想主义的情绪太严重 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对世界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热情 觉得在国内开荒种地很难有什么作为 于是就将心一横 跟两个同伴逃回了老家 他告诉众人今后的计划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也去投八路 与其窝窝囊囊囊地待在家里 带了一只爹娘受气 还不如趁现在投身到世界革命的洪流去 罗大海等人都对真刀真枪向往已久 但他们并不明白夏铁东言下之意 在旁问道 日本鬼子都投降多少年了 什么地方还有八路啊 夏铁东说 虽然法西斯基本上是被消灭光了 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 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只要美帝国主义一日不灭亡 世界人民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在场的人大多数一听这话 可都对此没有信心了 人家老美那可是超级大国呀 就咱们几个人过去 怕是解放不了他们的 再说咱们就算有这份决心 也没处搞到船和武器 别说火箭打炮轰炸机了 连菜刀都合不上人手一把 总不能每个人兜里揣两麻雷子 架条渔船就想横渡太平洋吧 夏铁东又说 超级大国都是纸老虎 没什么大不了的 美军残酷而又虚弱 全是少爷兵 另外他们美国人也不全是大资本家 99%还是被剥削的劳动阶级 咱们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 把敌人内部的无产阶级和工农兵兄弟们 武装起来 煽动他们高举一旗 来一个窝里反 只要能够做到里应外合 再加上卡斯特罗在老美后院 跟咱们前后夹击 不愁打不垮他美帝 不过 不过眼下咱们的实力实在还是很微弱 想直接从太平洋登陆美国 不太现实 这不 美帝正在侵略越南吗 我看咱们他干脆就先去支援越南人民 到热带丛林里打游击 买竹钉 给美军较量一番 等到光荣凯旋胜利回来的那一天 也可以让国内这些人好好瞧瞧 看看咱们到底是真革命 还是假革命 这些年轻人虽然有满腔的雄心斗志 却不知道天有地高 地有多厚 此言一出 立即就有几个同伴齐声响应 老一辈乌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撒热血 用28年的时间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我们怎么就不能再用一个28年解放全人类呢 罗大海更是唯恐天下不乱 有这等热闹他哪能不去 而且黑屋地区很快就将不复存在了 他们这伙人要是留在城里 在今年年底之前都得被赶到农村下乡落户去 虽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戒之分 几百万解放军离开了农民兄弟的有力支持 也照样玩不转 但事实上没人愿意面抄黄土被抄天的过一辈子 在当时那批年轻人的心中 只有军人才是最光荣最神圣的职业 既然在国内当不了兵 去越南打仗也是条出路 反正扛枪就是比扛锄头强 又寻思兄弟们都是千辛万苦远道去支援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 没功劳也有苦劳 而且要说到战术经验和战略理论 可是咱们中国人的强项 从古到今打了好几千年 论子排辈理所当然是老大哥 去了越南那边 怎么还不得给咱们安排个团长师长之类的职务 司马辉虽然在北京住了十几年 也天天到学校上课 但他自小有文武先生传译受到 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很重 不是单一教育模式下形成的思维结构 所以他对夏铁东今天所述的计划并非十分认同 不过司马辉总觉得一气二字为重 既然罗大海等人都决定要去跟夏铁东去参加越南战地 他自然不能落于人后 况且离了黑屋自己也无从偷奔 于是也只好决定跟随众人一同南下 选择去越南的人大多是无家可归 又觉得前途渺茫的右派子女 除了个别一两个不敢去之外 其余众人都各自留下了血书 表明心计 随后砸锅卖铁凑起了路费 一同离家出走 夏铁见司马辉和罗大海果然要跟众人出行 不禁追悔莫及 在送行的时候还想劝他们回心转意 但司马辉哪里肯听人劝 他知道夏铁的口风很严 不会对外泄露自己这伙人的去向 于是也不必再对他多嘱咐些什么 又想到这如今失去远乡异域同美军作战 那枪林弹雨可不是闹着玩的 枪炮无情凶多棘手 万一做了沙场之魂 这辈子可就真回不来了 毕竟故土难离 心中不免有些不舍 恍惚之际本来想说的话也都忘了 夏铁东带着二十几个同伴 与送行者撒泪而别 悄然上路 辗转难行 途中的许多波折磨难 全都不在话下 只说好不容易到达了中越边境 接下来就是混过友谊关 进入到越南境内 一看北越在美国空军矿日持久的轰炸下 早已满目疮痍 更是激起了同仇敌开之意 正要赶到前线去参加战斗 却不料壮志未愁 还未等见到传说中的美国大兵长什么样 就先遇上了北越的公安同志 对方一看这伙人都穿着军装 但却没有领章冒灰 便以为是解放军逃兵跑错了方向 立刻不问青红皂白的就给捉了 由于双方语言不通 怎么也解释不清 先是关一个晚上 转天就被捆个五花大绑 全部押回到了中国 这伙人在回国之后 先是被审了一通 然后都被直接发配到云南的农场里 劳动改造去了 他们到农场农改之后 听到一个消息 说是缅甸那边也在打招 而且战况十分极烈 人脑子都打出狗脑子来了 云南有好多知情都跑过去 参加了缅共人民军 缅共尤其欢迎人民人 甭管是什么成分 也不问什么身份高低贵贱 去了立马就发真家伙 长的短的由你自己挑 弹药更是敞开了随便用 虽然没有飞机导弹 但是反坦克火箭 高射炮 重机枪 则是应有尽有 他们还组建了知青特务营 这支部队履历其共是震慑敌弹 夏铁东等人没在越南打上仗 本就是心有不甘 一听缅甸那边的情况 立即待不住 大家伙一合家 觉得农场看守很松 都决定再次潜逃出去 于是从云南偷着离境 求度怒江参加了免共组织的人民军 夏铁东自从到了缅甸 先后参加了大大小小百十次战斗 虽然他只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但是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比较高 又受国内战争电影的多年熏透 对于战略战术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可以说是无师自通 作战格外英勇 自然备受重用 那些战友们都称他是来自中国的 切格瓦拉 司马慧和罗大海一直跟随在下铁东身边 在长达数年的血腥战斗中 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从危机四伏的侦察行军 到艰难卓绝的野外生存 从阵地上遭遇的枪林弹雨 到生还之后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 战争中的一切恐怖与荒谬 全都不可避免的落到他们的头上 也早就历练的能够独当一面了 可奈何大势所需 缅共部队在后期作战中接连失利 人民军队内部矛盾重重 相互牵制 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 疫情难成气候 司马慧所在的那支部队 终于被政府军队大队的人马 团团围困到了 绵北野人山外围的密林里 当年跟随夏铁东 一同从国内出去的战友们 这时候不是阵亡 就是在战斗中失踪 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 只好撤进了山里打游击 夏铁东也在一次侦察行动中 受伤被俘 随即遭到活埋的酷刑 至今连尸体都没有找回来 游击队残捕大约还有四十几个人 整日疲于奔命 最终退到野人山附近 不仅淡尽粮绝 而且每天都有伤亡出现 任凭司马辉等人的本事再大 也此刻难以扭转大局 军政府将这伙人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玄巨上要他们几个的人头 他们虽然不敢冒险 进入到缅北的野人山 却调集了重兵 封锁了几处出口 要将游击队活活给困死在这 深山老林中 太état人啊